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问我说怎么办 说那可能修修要干出什么年纪 那修修呢 当然有两个想法 有点像就是 直接去其他学校是在修 对 那修修呢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修修课 对 一没有读好 那修修 那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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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希望不要想说我等到四年纪 等会有空的时候这一首 这些事情的变化都很难 主力不认为 王妮你刚好有个计划 有个规划要去干嘛了 就像他这样子 他中派没有过 三年纪没修 四年纪他又要刚好出国 所以他就变成卡到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事情我希望 大家不要自己规划的那么好 就像呢 常常也跟其他老师在聊天 现在同学呢 这个是学分 他们都非常的弃教 就很怕多修一个学分 当学校赚到 这个观念很奇怪 你多修学分是你赚到 你是主校赚到 因为多修学分呢 现在大学部来讲 其实你修几个学分 他的学分费都一样 所以你多修对你来讲是好处 就是你赚的比较多 那以后你毕业之后呢 那个学分处呢 是一个就算 你如果在外面修课的话 一个学分之的 可以通宝教育办 因为这些是三天换 一个学分之的 所以英文课这种三个学分 所以呢 心理是很贵的 所以你在学校里头 你有时间 那你不是很清楚你的方向的时候 我就不能就多修一些课 去找到什么是你有幸福的 所以呢 他也在学校里头 很多同学呢 因为某一科 他不是选修课 是选修课 没过 可是呢 没过之后呢 影响他的毕业决定 所以他变成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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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課裡 低頭使用3系統很難去遏制 那我覺得同學就自己註定好了 那你將會去看看這裡 隨便把扯進去上課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八章 所以其他部分呢 我覺得上課的問題聽得清楚 你都懂得他也會去複習 其實你這個一個達到適代公佩的效果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第八章 第八章其實 我要講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是比較新 因為朱漢沒有講過 但是他不複的 另外一個意義呢 朱漢有講過 但是呢 他雜誠物好很多 因為他有很多的狀況要去提供 好 那一個呢 作為我們今天要先講的就是資產減準的問題 好 一開始 那資產減準 其實在朱漢有沒有談過資產減準 我們說期謀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說第七章 我們要講固定資產 第七章 要講四個階段的快適合理 第一個階段也就是 你取的這個資產入障的問題 科目怎麼決定 你的金額怎麼決定 第二個問題是 你持有這個資產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就是維修 那我們譬如 你是發生的是大修 還是一般的維修 那你的快適度就不懂啊 第三個階段就是期謀要做的事情 那期謀要做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就是折就 利用的氣善 利用的氣善 就是其法就是百分擔 另外一個就是 要做減損測試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期謀要做的事情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減損的問題 那第四個呢 儲分 儲分其實在第四章 我們也講過了 非常地儲分 儲分的方式放備 或者是出售 或者是交換 那你都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儲分當 既然叫儲分 它就可能會發生損益 那這個損益呢 怎麼去評估 就是以儲分當時候的賬業價值 跟你儲分的對價來比較 來原理你的儲分損益 但是交換比較特別一點 你要先去評估 有沒有就有商業時期來決定 好 這是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講過的 所以第七章其實是法 它從第一個階段到第四個階段 大概都已經有講到了 第三個階段的 習慣要做的事情 折就成本分攤 在意識上也提到 但是第八章我們要談另外一個 請問要做的事情就是資產減損 好 那減損既然叫做資產減損 換言之 有減損才做會計處理 沒有減損就不要做會計處理 好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既然叫做資產平價減損測測試 是有減損我才做會計處理 沒有減損 就不做會計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減損 它說資產發生減損的原因其實有很多了 那因為我說了 基本上呢 賬面 我的折就 對於折就費用會影響我的 賬面價值的計算 那賬面價值跟我的事項 其實是兩回事 對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資產減損的原因 就在於說 因為我們的賬面價值 不能代表這個資產的真正價值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簡準呢 其實我們看一下是在354頁 它說呢 會計呢 基於穩健的考量 對於存貨評價是採取成本 與淨變價值淑低的觀念 所以 存貨是淨變現這樣 我說這個呢 就要提到這個前 這個禮拜 有個同學呢 他又要考快研鎖 而且又問了一個 又跟我約 本來要跟我約 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 我說 現在比較困難一點 我說 先用沒有的方式 而且那天呢 他就沒有了十幾個問題 那十幾個問題裡面 大概有將近十個問題的觀念 這個觀念我就沒辦法講 那規定就是這樣嘛 但其中有個問題 我們特別要講的是 萬一你看一百年之前 因為他提的問題是 跟古時代 古時代給他的 或者他看到古時代給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的那個題目 看得很納悶 一定要集中問到一個 我們通過現在的評價方式 不是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儲定嗎 怎麼還有從事成本 因為淨變現價值減正常 利潤三折取中間值佔值 所以這都是什麼東西啊 那我看一下他的考題 他這個考題的出處是 58年的進化二號的題目 28年 因為我們的存貨第十號公報 在應該是100年或199年的時候 做了修訂了 也就是說存貨的評價方式 已經沒有像以前的 重置成本 淨變現價值 淨變現價值 減正常利潤三折取中間值 再來跟成本比價 我說那是之前 在99年之後 我們從 第十號公報存貨呢 有做了修訂之後 存貨的期末提價只有採取 淨變現價值與成本 這兩個是比較 所以這也沒有 重置成本的問題了 這也沒有從淨變現價值 但是淨變現價值的定義是一樣的 都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在存貨裡面來講 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就是存貨的淨變現價值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我就想說 這是之前的 所以我們他說 為什麼跟之前的客門 我們上次講的完全不同呢? 因為他是去年上中塊的 我說那是98年的規定 98年的考題 現在會計的處理方式 都已經有大幅度的修訂了 所以這個 如果你未來再看 這個如果你要準備考試 然後你看一些考古題的話 請你注意看一下 如果是100年之前的資料 那它的文字的敘述方式 給的條件呢? 都我們之前看到不一樣的話 你可能就要先去想 這個很有可能的原因是 會計處理準則已經改變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存貨它的期末評價 只有淨變現價值跟成本 淑低這兩個 再也沒有所謂的重視成本的問題 好 那當然存貨呢 它的如果發生減損 我們之前也有這個第七 第六章也有講到存貨的時候講到 它發生期末要做評價 評價如果發生存貨減那個 那個疊價損失我們講的 存貨疊價損失要放在哪裡? 存貨疊價損失 如果放 如果我記憶性價值低於成本 我期末 我是在做調整分路 所以調整分路是借存貨疊加損失 但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背底法 而且你可以用直接從小法 好 那不管 但基本上這兩個方法 在會計問題上面 對於報表上面的影響都一樣 對於報表上面的影響都一樣 所以你才去哪個方法都可以 好 那背底法 如果假設我先講背底法 存貨疊價損失 還不用講背底法 直接從小法一樣 也有存貨疊價損失 我寫下來好了 好 假設在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評價 背底法 或者如果你是直接從小法的話 直接從小法會用什麼動物? 背底存貨疊價損失 這是背底法 如果直接從小法的話 氣放一樣是存貨疊價損失 代方會是什麼? 對 好 今天還講 既然叫做直接法 直接從小法 存貨疊價損失 就直接把存貨的價值減少就好 所以如果是直接從小法 你的代方客戶就是直接代替存貨 好 那我們現在之前也講過 存貨疊價損失 它是放在 既然叫做損失 它就是放在損益表 損益表 損益表在哪裡? 我再回憶一下 除貨疊價損失 既然叫做損失 我說呢 損失利益99%都是損益表的科目 好 所以這個是損益表的科目 沒問題 那第二個 它放在寻想的什麼地方? 好 請先 蛤? 好 放在什麼地方?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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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會放在本期損益裡面呢? 本期損益是我們算出來的啊 它當然是損益表裡面 當然是會影響本期損益壓縮 對啊 但是放在損益表的哪一個位置? 用戶 是啊 就是放在上後上的位置 好 這個在第二章就已經講了 我們第六章應該有再重複過一次 存貨那一章也有再講過 我們在第二章講損益表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講過了 存貨疊價損失是列為消貨成本的加項 那如果你的存貨價值回升又限時 你的存貨疊價損失在背禮法之下 你可以成功回升 當你回升的時候 回升利率也是影響你的消貨成本 好 這是我們第六章 就是有再跟大家提過 好 這是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好 我只是看到這個地方 幫大家步行一下 好 不要想看了這一章就忘了前面了 不要看了第八章 第六章就忘了 好 那我們說呢 當然這個固定資產呢 其實在公營價值其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其實很難特幻決定 所以之前呢 我們其實已經有行為 國際快適準的委員會 講說我們資產呢 暫時不做平價的快適處理 那不過呢 今年開始呢 就已經有這些事情出來 我們的固定資產 尤其是持不動產 要有平價的快適處理出來 好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蠻多 有些資產比較多的公司 像傳產呢 很多因為早期就在台灣 就已經有工廠 然後就佔了很多的一個廠房面積的話 就變成所謂的資產股 所以這些資產股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訊息出來之後呢 當作的股價受到一些的激勵 就漲上來 所以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動產都採取公營價 採取評價的話 那其實它其實 不過它這個評價跟我們的 用公營價的評價 它其實可以做什麼資產 應該是說資產重複啦 其實它可以做的是資產重複這一塊 好 那我們說其實基本上 資產的價值減損 我剛剛已經強調過 其實我們在評價裡面 只有減損可以承認 但是呢 它的那個 如果是測試的結果是增值的話 其實是不能做快捷處理的 好 那但是當作我剛剛講到說 我們不動產它要採取評價的時候 其實有受到激勵 那不動產它受到激勵 其實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既然已經講了 只有損息才可以承認啊 那為什麼那個 那個我們剛剛講說不動產 那個可以做評價的時候 反而是只要受到激勵 激勵給人是因為我們後面 就變成是你可以去做資產 那個增值的那個快捷處理 所以我們這一經驗 也會講到資產增值的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它後面呢 36號公報就有規定啊 個別資產險選跟現金產生單位 這個現金產生單位呢 你先把這個名詞 先放在心裡頭就好了 因為我們後面再去講這些 這個定義是什麼 所以它包括了36號公報的 包括了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還有在權益法處理的長期股權投資 都是什麼 都是適用36號公報的 但是其他的 它這個354月期的黑體制 初體制呢 不在36號公報規定的範圍之內 好 那減損怎麼去評估 它有很多的資訊啊 你就看一看就好了 什麼外來的啦、內部的啦 或者是企業這個等等的 你就看一下 內部的資訊、內部的資訊 好 那我們重點要講了 好 不管你的怎麼來到的 那我減損怎麼去 我們的會計做減損的時候 怎麼去判斷 怎麼去進行我的會計處理 第一個我們說 我們在做的時候 一定是跟成本來做比較 成本就沒有問題嘛 我的帳面 原始成本減掉 我的那個北記者 就得到帳面價值 就是我的所謂的帳上的 所謂的成本 好 或者是我們正經主義的加碼 一個叫做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 帳面價值又跟什麼比較 跟可回收金額 我們在資產做減損的時候 我們的比較的金額 我們也不叫做靜電線價值 我們叫做賬面價值 與可回收金額 可回收金額 比較 好 應該是說 贖地法 用我們的金額變性價值跟成本 存貨的金額變性價值跟成本 存貨的金額變性價值跟成本 贖地法 如果換成固定資產的話 或者是無形資產 或者是依權益法去做的 長期股存投資的話 它的期末要做的事情就是 評價的時候是帳面價值與可回收金額 贖地法 好 那帳面價值裡面有問題了 就是成本減要你的累積者 就叫做帳面價值 那什麼是可回收金額呢? 好 在文書派裡頭已經也提過了 可回收金額是由兩個數字來決定 好 而且呢 重點你要記得它是孰高 這兩個數字哪一個比較高 比較多 就當作這個固定資產的可回收金額 好 那兩個數字呢 一個叫做淨公寓價值 什麼叫做淨公寓價值? 就是這個資產的公寓價值 減掉它的儲分成本 叫做淨公寓價值 它的淨公寓價值有點像 淨公寓價值就是售價減掉銷售費用 叫做淨公寓價值存貨 那固定資產的淨公寓價值 就是公寓價值減掉儲分成本 叫做淨公寓價值 那另外一個金額呢 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的折現值 好 它要折現 我舉例說淨公寓價值當然是現在的公寓價值 減掉現在如果處分所發生的儲分成本 但是使用價值呢 你去想一想 假設說我有一個辦公大樓 我有這個辦公大樓 我就使用它 我就不用給人家租 所以它的使用價值是什麼 我就省掉租金 省掉租金的費用 那這個辦公大樓可能可以用的二十年 那我就省掉二十年的租金 那假設每一年的租金都是兩百萬 那二十年 二十年之後的兩百萬值現在多少 所以你要去折現 我要去折現 所以我的使用價值有一種解釋方式就是 淨現金流入 淨現金流入 另外的方式 我使用這個東西怎麼會有淨現金流入 你就是省掉淨現金流入不是真的流入 而是你少流出 就是什麼 流入的概念 我少付出就是什麼 就是流入嘛 所以呢 這個使用價值 而且要折現 所以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選掉租金的支付 那這個租金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使用價值的一個形態 然後呢 你要把它折現 所以淨現金流入 好 這兩個數字選它比較高的 當作是我的可回收金呢 來跟帳面價值做比較 如果帳面價值比較高 我就要承認什麼 減損損失 如果是可回收金額比較高 那我不能承認未實現力啊 好 因為可回收金額它也不是真正的 還不是真正的那個金額嘛 因為它是什麼 兩個金額卻以下比較高的產生的 好 所以這是資產減損 好 那這個其實我們很快來這裡面 其實在解釋的是 講的是我們其實出賣有講過的 可回收金額的 我們看一下事業第一好了 這樣自己概念 因為這邊我要把它再過去 這是出賣 其實在這個地方就是出賣講過 好 那我減損 請看事業 好 再來357點 宜安公司呢 估計它某一組的自動化 機器設備的狀況 認為有發生減損的可能 所以就匯齊了相關的資料 如下成本是500萬 累計折舊已經250萬 那產值先把體內折舊沒有殘值 可回收金額是180萬 好 那剩餘年限剩下三年 好 那做這個 如果繼續使用這個機器的話 那你要做省上的一個會計處理 所以它是已經什麼? 超年底 那已經告訴你是年底的話 它沒講調整錢 它就表示累計折 那個累計折舊已經是調整後的金額了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的帳面價值是多少? 原始成本 原始成本500萬 減掉累計折舊250萬 所以它的帳面價值是250萬 好 然後它的可回收金額高水也是180萬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高利可回收金額 所以我產生了什麼? 減損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做的是 會計分路呢 我要減損 然後把50萬 要把它降低為180萬 好 這個例子它沒有讓你去評估 怎麼去選擇你的可回收金額了 好 那是在初換影片講過 所以看到這個資料之後 我要做X5年的12月31號的會計處理 我承認減損損失 250萬的帳面價值 我會減少為180萬的可回收金額 所以我要承認70萬的減損損失 好 但累計減損 好 那我來看一下呢 這也是我初換有講過的 減損損失它是屬於什麼? 損利表的科目 好 放在我的一頁費用 然後呢 累計減損 放在哪裡? 放在固定資產 是我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那跟累計減就很像 對 跟著這個相關的科目的底下 那因為它穿認在代方 所以它是跟累計減就一樣 是這個資產的減相 好 這是第一個 在X5年底我做的這個分路 那我們看一下X6年12月31號 假設維持到X6年這個資料 我們年底要怎麼去做 它的折究費用的計算 我的帳幣價值已經 因為我的資產負債表 好 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固定資產 我有什麼? 機器設備 原始成本500萬 在X5年10月31號我做的那個分路之後 我減累計減損 減累計減損 好 累計減損250萬 累計減損70萬 所以我的帳幣價值就180萬 我就把它調整為 它的180萬的帳幣價值 好 就是我做了累計減損之後調整 它的帳幣價值就得 然後 給我們走來 那麼積極的資料